双北市壮运吉祥舞时装壮宝 开心的进场并与多国驻台使节 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蒋湾等人吉掌庆贺 可爱的壮宝还在台上秀一段 代表满满活力的时装poster与大家互动 一起来为我们的日年舞周北壮年运动会 来把把新家加油咯 距离2025庄北市届壮年运动会 剩下一年的时间 吉祥物壮宝正式亮相 以主办城市台北市与新北市的北市 为设计发想 用代表信任冷静与团结的蓝色 及象征热情与活力的粉红色交织 希望传达运动舞界人生无限的赛事理念 2025时装运马上就要到来 明年的5月17号开始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倒数一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亮相的吉祥物 Strong英文名叫Strong就是非常强壮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北的字样 代表着我们这一次主办台北跟新北 双北共同来主办施撞运 而且我们总共跨了六个县市的比赛场馆 那另一方面 这一次我们施撞运 目前已经累积报名超过万人 从而在上一届就开始跟台北市发动 要举行世界撞运运动会 那今天要推出我们的吉祥物 Strong堡 因为离我们比赛时间只剩下短短的一年 那Strong堡其实就是一个吉祥物代表两次合作 也代表这一次在比赛过程的当中 代表的是什么一个意义 不但是我们要团结 要冷静 要有信心 更重要充满了热情跟活泼的力量 所以借着吉祥物的发表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报名 而在网路中文争名活动过程中 出现不少有趣名称 其中更有网友提出谐音梗 Armustrom 让蒋湾与侯友宜大战超有创意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有提议 然后也有很多建议 的确有些蛮有创意 比如说我觉得 在过几天就是母亲节 其实可以叫Armustrom Armustrom也蛮有意思 蛮有创意 那侯市长呢 Armustrom Strong 这个最壮 能够参加四壮印 都是一个身体非常棒 健康 又有一个喜悦的心情 所以身心灵一定最强壮 除了可爱的吉祥物壮宝 或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为全球最年长羽球选手 高龄103岁的林友茂 也出席记者会 已经报名四壮运羽球项目的林友茂 更在现场示范 揭发羽球的正确知识 号召大家一起报名参赛 希望各位多多参加运动 因为人类健康产兽 运动第一 第二 多唱歌 多跳舞 这个都是健康运动的 所以我要希望在座 努力一点 参加各组运动 能够有一天打破林友茂 103岁的记录 好不好 好 2025双北四壮运 共有35项运动项目 只要连满30岁即可报名 除了个人赛 也可以组队报名 预估将有超过114个国家 将近4万名选手 教练及家人来台 6月17号前 报名还可享有七折优惠 欢迎国内外热爱运动的民众 一起来报名参赛 挑战自我 记者张细腾台北报导